我今天跟大家简单做一个汇报 主要是关于未来一段时间 主要是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判断 大家都知道现在宏观 因为它的内涵比以前要丰富得多了 跟以前的范式和其他的因素都不太一样 但是由于我们下周可能还自己有一个策略会 所以我又不能讲到完全重合 所以我今天就挑一个角度跟大家做交流 就从周期错位的角度 跟大家分析一下市场的一些表现 打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市场 我们从年初到现在 这张图基本上大的框架没有变过 我们从年初就认为 今年有一大背景 就是换届之年 它对微观主体的行为 尤其地方政府的行为会有一些影响 第二个是两条主线 这一条主线是中国 中国主要是重置 就中国经济增长 我们觉得是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所有的政策重心 都放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层面 美国是重账 包括海外主要是重账 美国的通胀 包括欧洲的通胀 大家也都看到了 比大家预想的 比我们年初预想的 还是要麻烦很多 所以这才演成出三大扰动 一大扰动就是美联储加息 大家可以预想的 在美联储加息这个大的环境之下 加息加缩表 那全球的流动性都不会特别的好 那全球流动性不好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所有的资产的估值都不会特别的理想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面对的一个最核心的 或者最关键的一个宏观的背景 所以这是我们理解整个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点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疫情和反控的措施 这个我们就不讲 第三点主要是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当然这个就是不可预判的了 这也是我们后家的 因为到了差不多20月份之后 这个才成为今年的一个主要的矛盾 而且矛盾程度上它加剧了海外的通胀和这个企业成本这方面的压力 所以今年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扰动 或者一个主题吧 打这样几个方面吧 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今年的话整个全球来看的话 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周期还是错位的 但今年比较有意思是美国的经济在全球来看是最强劲的 它的修复最强劲 它的通胀压力最大 所以导致美联储加息的动作非常的坚决 这又进一步导致了那全球的流动性的这个收缩 或者资产的估值出现了系统性的这样一个调整 所以这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背景 所以放眼全球来看 今年呢 没有不光我们的市场不好做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 今年的中国的市场不好做 其实海外的市场一样不好做 没有好做的资产 今年大家放眼全球来看的话 只有印度啊等等少数的股市表现是不错的 然后只有美元现金是唯一表现比较好的资产 就大家到最后的话这种智障这种逻辑之下 大家都选择的是美元现金 比如像海外的话 他那个美元的那种这个这个货机或者是那个很多大公司发的那种票据都是短久期一年以内的那个收益率是不错的 今年有三到四 海外的资产表现相对比较好的 比如像香港市场的那种高分红的股票 所以像这种的相对来讲表现就比较好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当中间那个大宗商品有过一波就不太容易有太好的这个资产了 我们国内也是一样 国内呢 因为今年的话 微观主体的活力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强 受到各方面的这个扰动的因素的影响 再有一点呢 说海外这种影响确实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国内也是一样 相对来讲债券市场今年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市场 最确定的是今年债券市场的这种杠杆的机会 当然票息的机会等等也算一个吧 所以今年杠杆是最确定的 其他的资产相对来讲表现都不会特别的这样好 那我们关键是放在现在这个时点看明年 那会有什么一样一样简单的一个判断 我们看到当然今天的市场表现不好 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下跌的 尤其外资重仓的一个品种表现相对来讲要弱一点 我们觉得明年呢 因为现在大家既然其实都很悲观了 但我觉得明年 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找一些信心的一些地方 或者亮色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明年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全球呢有一个大的主题 跟今年完全不同 今年是刚才提到的美联储架 这种是大的主题 明年大的主题是全球的通缩的阴影 就明年的尤其是美国估计进入一个浅衰退 欧洲呢显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衰退 大概率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全球是有尤其海外吧 是有通缩的阴影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话 明年的话中国相对的促进 其实是我们认为明年是不差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呢 明年大概率是中国相对最好 我们有低级数啊 有其他的因素 美国呢 明年估计是小幅的负大 欧洲明年应该会比较差 所以从经济增长的排序上 我们是中国好于美国好于欧洲 然后通胀的压力再反过来 通胀的压力是欧洲明年还会比较差 因为明年一季度 欧洲的通胀才到真正的高点 所以呢 欧洲通胀的压力最大 然后是美国 然后最后是中国 所以你这两者组合起来看的话 明年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呢 不算特别的好 但是我觉得中国在这其中的话 相对的表现是比今年要强很多的 这点值得大家稍微关注一点 当然明年也可能有地缘 等等各方面的这种因素 但是我相信这个核心的点 值得大家关注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的话 明年一旦进入这个衰退的逻辑之后 那大家知道从大量资产来讲 明年最好的最确定的资产是美债 美债可能明年应该说 大概会有比较好的一个 比较确定的机会 美股呢还不敢说就逆转 因为他一般来讲 虽然加息慢慢会 明年上半年可能就结束了 但是他的盈利的话 还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商品比较麻烦 商品不确定性很大 明年是一个共求双缩这样一个逻辑 共几个需求都是双缩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这是比较有意思 那明年按照这个 我们来看国内的话就很有意思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市场 它面临的宏观环境 我觉得首先从方向全球来看不差 所以这是比较有意思了 由于像港股这种市场 明年强调是明年的话 它面临的今年的状况就很差 因为今年是流动性看美国 基本面看国内 明年像港股流动性看美国会有所好转 那基本面看中国 国内又有所像正向的变化 所以像这种市场 我觉得明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而且足够的便宜 值得稍微关注一点 那我们来看国内的资产的话 我觉得明年至少从目前来看 宏观环境来看 它取决于几个点 第一个点当然我们知道 换届已经产业落地了 我们期待新一届的政府 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 第二点 我相信房地产能不能软着陆 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第三个 疫情的防控会不会进一步的优化 肯定是影响市场的信心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第四个 美联储加息有没有可能逆转 或者什么时候会逆转 这个对整个估值 或者外部的流动性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总之来讲 从这几个点的推演来看 我们自己觉得明年的感受是 股市相对来讲比今年要略好 债券市场比今年略弱 债券市场的中枢 大概率比今年要高一点点 所以这是我们对明年的基本的一个判断 好 那具体来讲 我们沿着这一树 跟大家从周期错位的角度来讲 来简单看一下 我们都知道刚才提到的 就是从应该说从80年的90年代之后 中国陆续加入了全球的分工 你发现整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全球经济的同步性是明显的增强的 过去这二三十年都是一个非常同步性 非常强的一个全球经济 但是过去的三年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背离 这个背离背后的核心的原因呢 主要还是由于疫情和不同的疫情的防控措施 还有就政策的应对方式不同导致的 比如像2020年 当时呢我们采取清零的这个策略 我们效果就特别的好 美国呢 中国呢 在供给端在做文章 保企业 就是保未来 就是保供给 美国恰恰相反 他选择了保需求 保消费 因为他是消费力国的国家 这就造成了中国当时的外需的话 突然的好转 弥补了全球供给的不足 然后到了去年也是一样进一步的背离 中国的情况表现要好很多 美国相对来讲比较弱 今年呢 轮到美国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然后欧洲最差 到这本情况 所以这是我们理解 无论是市场还是汇率的 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点 好 我们沿着这个数量来看一下 那未来一段时间 那欧洲的增长和通胀 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曾经以前提到过一个论断 就全球呢 它存在一个滞胀的基因 这种滞胀基因 有几方面原因导致的 一个就是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知道 以前全球化是以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来设计的 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大家越来越本土化了 越来越纵向的合并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上 一定会牺牲效率 抬高成本 第二就碳减牌 对吧 绿色经济 那有便宜的煤不能用 用贵的 当然就会导致这个成本的上升 中国的供给车改革和老龄化 一样会导致全球的供给 这个成本会上升 还有就疫情和MMT的后遗症 这个我相信耳熟能详 还有一点就很有意思 传统行业呢 过去几年 开pex做的是比较低的 这个大家看看大的石油公司或者矿山的公司的这个年报就知道了哈 因为他们的股东啊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欧美的养老金 而欧美的养老金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符合ESG 然后呢 更多的要高分红 所以分红对他们很重啊 他们所以这时候他就不愿意做开pex 他对成长性没有要求 但他更愿意就是你赚来的钱赶快给我分红 所以这样的话 从激励的角度来讲 就不太愿意去做更多的开pex 只有中国的公司在做开pex 所以供给就比较少 所以在一旦需求有扩张的时候 或者供给有紊乱的时候 像这次俄欧冲突 他就会产生这个通胀的现象 所以这是全球通胀的一个滞胀的一个成因 而美国这次欧美嘛 这次通胀的成因呢 你可以具体分解成三个因素 短期的三个因素啊 一个是MMT对吧 直接扩张自弹副代表 给老百姓发钱 然后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 变成总需求的扩张 因为在供给层面刚才提到了 就是过去几年开pex传统行业 做的是太少了 所以在叠加到俄乌的冲突 第三个呢 其实跟美联储之后一周期是有关的 去年的话 他把就业作为最重要一个目标 结果低估了这种通胀的韧性 结果今年就出现了全面的这种爆发 这个通胀的问题 明年能不能解决呢 大概对现在比较难 现在看起来呢 美国的通胀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看一看图啊 基本上已经见到顶点了 已经在往下走了 因为从他的前展指标来讲 一个是中国的PPI 一个是大宗商品都已经在往下走了 供应链也在有所恢复 然后货币政策也在紧缩 但是他的韧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强 欧洲的通胀比较麻烦 欧洲的通胀大概率在明年的一季度CPI的高点才会到来 所以欧洲应该说还在通胀的困扰当中 打这么一个情况 好 这个到时候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话 他已经最近引导预期Hair for longer了 对吧 我们看到明年的话 大概率11月份的75BP 12分有争议大概率是50BP 概率比较高 明年还有一两次 然后到一季度末或者二季度 基本上美联储加息正式算结束了 很可能会到5或者5以上 打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差不多加息的这样一个幅度吧 然后这次加息相对传统来讲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 它是历史上加息速度最快的一次 它是我们之前叫短平快 结果到最后发现一点都不短 基本上是短快 这个周期短速度快 这个倒是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联储的加息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的预期还在不断的调升 这个是对市场产生了很大这种冲击的 那我们往后看的话就说 美联储加息什么时间会逆转呢 就是也是对应了我们包括股市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关注的一个点 就美联储这种扰动什么时候能结束 现在看起来呢 一方面我们当然盯住的就是就业 因为通胀看得比较清楚 一直到明年的年终左右吧 应该都还在目前的这个这个这个利率的水平之上 甚至在五以上 明年到年底才会到三到四 你今年到年底仍然在七以上 打这么一水平 所以看到明年上半年 就美联储如果还有点小的加息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明年上半年还不能指望它很快的降息 只能说它会慢慢的这个加息速度放缓了 甚至停滞了真正的降息 一定是要看到整个就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但目前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大概率我们的预测就是明年到一季度末 才有可能慢慢停息 然后到明年年底才有可能去讨论是不是要降息 所以在就业目前的判断之下 打这么一个情况 目前的就业没有看到太多的问题 虽然呢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劳动力的需求呢 开始有所降温了 但是它的时薪仍然在上涨 所以整个就业的失业率的话并不高 所以这点都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困扰 所以美联储大概率还在后面 还有继续加息的步伐 然后到一季度末才会结束 到明年年底才会讨论加降息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对市场来讲 明年的一季度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 打这么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 好 那我们沿着这个书来看一下 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每一次美元的强势呢 或者美联储的快速加息都会所谓的收割全世界 当然收割全世界不是标准的经济学的语言 但是一般来讲是新媒体比较愿意用的 但它的路径也比较简单 就是每一次呢 因为美国经济 他以美国自己的利益优先 他会采取加息 但他又是全球的央行 或者全球的水龙头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生病 但别人去吃药 然后造成别的国家出现危机啊 或者等等 然后他反过来呢 他又去放松 然后他的资本呢 因为美国的资本相对来讲 还是全球比较多的 然后再去收割别人的股权 所以都是这个套路 虽然他可能本意上不是这样做的 但事实上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形象的称为收割全世界 虽然它不是标准的语言 有一点阴谋论的感觉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呢 能收割谁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欧洲 欧洲现在看起来 这次能源的危机 短期来讲有所缓解 但是我们觉得对他的所谓的去工业化 还是造成了很大这种压力 这个过程当中对美国来讲 相对无论从地缘 还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讲 都是一个受益者 当然欧洲也会多满一些美国的军工 比如德国就宣布1000亿的购买计划 对吧 包括其他的很多大的公司 开始跑到美国去展业 所以这个美国在这个波当中的话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是隐性的一个受益者 比如像最近的欧洲的化工 比如汽车 包括等等这些 也都到中国来办厂 很多订单也会流到中国 回到中国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应该这次是中美联合收割欧洲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日本的烦恼 日本这次呢 它属于它是表现在汇率方面 这个出现了大幅的这样贬值 因为它仍然采取QE啊 QKE啊和YCC对吧 它的利差在扩大 它的经济没有看到 它已经贸易利差已经逆转了 已经逆差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日本其实压力很大 但日本呢 就是因为它外在比较少 所以原则上呢 它出现大的危机的概率不高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它也是一个被收割的一个对象 它也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 或者危机的一个潜在的一个点 它主要的这个点在哪里呢 一方面市场会通过空美元空日债 双方下注 然后从赔率胜率上来讲的话 都是不低的一个宏观交易的组合 这就导致一样日本的央行和财务省的话 故此是比非常的难受 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方面呢 就是日本的话 它以美元计价的GDP会非常的差 所以导致它其实本质上是国民财富的损失 它已经回到30年前了 像我们的台湾 现在已经人群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它全球的人才的竞争力也在下降 它的房地产制造业就会被其他的国家所收购 它金融体系也出现一定的这个紊乱 虽然它不会出现大的危机 但是故此失彼这种状态可能比较明显 还有一点呢 如果日本继续贬值的话 它的日本的这个央行啊 它就会抛美债去应对所谓这种稳定的汇率 因为别人要换汇嘛 换汇那怎么办 他就把自己的美债抛掉 就给你这个换回这个美元 这种情况之下会加剧美债的这种调整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整个经济各方面会产生影响 还有欧洲也是一样 欧洲最近包括这个英国的养老金事件对吧 这种事件也已经出现了 所以每一轮美联储在快速加息的过程当中 而且这一次呢 在过去的十几年持续的宽松当中 你不知道世界积聚了多少隐性的这种杠杆 比如像美国英国的养老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所以在下跌过程当中 它的反应往往是非线性的 你可能跌5% 它可能没什么反应 跌10% 他可能有点受不了 跌15% 他可能就要跌到30%去 因为这个时候他要腾挪资金 他要砍仓 他要结根 所以这点后续的话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 那沿着这一说来我们看看国内 国内刚才提到了 就是首先我们经济呢 能不能进入一个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周期 第二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包括疫情 包括房地产 这两大大家关注的点有没有可能逆转 以上的政策方面能不能有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我相信20大报告呢 因为这次我们没有做20大做报告的解读哈 但大家我相信任何解读都是多余的 大家把这种原文多看几遍 可能都心里会有个数 我们现在整个经济呢 应该处在一个新旧动能的切换的过程当中 旧的动能比如像房地产已经慢慢衰落了 回不到过去了 新的动能比如像新型的产业 比如像新经济 比如像新东远产业的升级等等 这方面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看到就是看一个经济吧 在全球当中地位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地位 对吧 包括像绿色经济 包括汽车 包括化工等等这种领域 我们在全球的竞争率其实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我们的体量很难抵消房地产这种下行 所以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的智能应该说还在好的过程当中 量的层面来看就很难跟以前去简单去做比较了 我们正要知道这个大的环境 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到经济微观主体的活力呢 确实不是特别强 我个人觉得有三大这个不确定性的来源吧 一个当然跟疫情有关系 第二个呢 跟政策有关 就是资本的红利灯啊 房地产能不能软着陆啊等等 确实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就是资本的红利灯呢 一直没有说什么叫红灯 什么叫绿灯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中美啊 包括外部的环境 包括俄欧冲突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 对企业微观主体来讲采取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微观主体的不确定性呢 又会进一步的反馈到其他方面 它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企业如果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它就不愿意招人 不愿意招人居民部门就面临失业的风险 居民面临失业的风险对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 它就不愿意主动去负债 所以我们知道经济是个循环的体系 第二点呢 企业没有信心 或者面临不确定性比较大 它就不愿意融资 不愿意融资呢 我们债券市场就会缺资产 所以我们债券市场表现比较好 但股市的盈利预期各方面就不会特别的好 所以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来讲 经济是个生态 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系 所以任何期段一还的话 给它造成了耿阻的话 都会对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所以这是今年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但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状况 有没有所好转或者恢复呢 应该说经济呢 还处在一个弱修复 这样一个阶段 从所有的数据当中都已经看到了 当然我这没有更新 因为今天9月份的数据也已经出来了 从9月份的数据来看呢 有了一定的好转 我们在这个高频数据当中也都提到了 尤其像基建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好转 基建方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钱给够了 就是正式金融 对吧 今年是非常给力的 已经下方就六千多亿了 然后这个信贷方面也是非常支持的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地方的意愿 意愿这个东西呢 国务院的督察组 从媒体报道当中 八九月份一直在地方督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上 对于微观主体的活力 或者地方政府的行为 产生了比较强的推动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基建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力清啊 所以尼亚等等都是持续走高的 这个跟整个基建是应该能映射得上的 但是不好的地方 主要是房地产 确实还是一个拖累的因素 需求方面呢 还是受到疫情啊 各方面的影响 打致每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披露的九月份的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总体来讲 还是基本符合预期略好一点点 差不多三单季都是3.9 但主要靠工业和基建 等等这个领域 但是从需求和需求端方面 包括消费包括等等的话 相对来讲 可能稍微一般一点点 打这么情况 但往后看的话呢 我觉得呢 首先从金融数据上来看 我们觉得至少基建是有持续性的 估计大概这个持续性 因为最近两个月 包括十月份 我们觉得整个金融的数据 是不会特别差的 所以这点应该有这个延续性 但长期能不能持续 尤其到明年 明年财政是个大的问题 因为明年的财政的支出 还有很多刚性的支出 但他的收入由于土地的财政啊 由于各方的因素呢 可能比较入化一点 所以明年财政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这财政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一方面呢 他可能就对付了要增加持质 所以明年财政方面 赤字这方面增加 对资源市场供给不好 另一方面呢 财政如果有压力的话 大家不能指望基建 永远像现在这么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财政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推动 比如说疫情的政策 各方面出现一定的调整 大家可以去猜测 打这么一个情况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消费 消费这方面 我们知道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们觉得明年消费 还是有期待的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话 消费的增速很低 到现在为止 可能连出到现在只有一点几 但是你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在疫情之前 都是八到九的消费的增速啊 那我们未来两年 你就算五到六都是很正常的 那明年就很可观了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消费呢 这方面呢 就是有积蓄的人呢 或者有这个稳定收入的人 主要是消费场景的问题 没有稳定收入的 这个主要群体呢 主要是收入的问题 或者就业的不稳定的问题 这一点呢 我相信在疫情 进入优化过程当中 可能都能得到一定的解决 当然短期呢 我们不能期待 还搞明年 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房地产这块呢 未来一段时间 就是整个现在看起来 供给端破坏的 还是比较严重 想恢复很难 所以投资这方面 不会特别的好 包括新开工 但是竣工已经看到了 政策的效果了 需求呢 也正在放松的过程当中 所以明年的一线城市的房价 要稍微注意点 然后呢 竣工这方面应该还可以 然后新开工 包括拿地这块呢 不能寄予太高的期待 但好在不会像今年 对经济拖累作用有这么大 但是我们知道明年 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吧 包括四季度啊 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主要还是在出口上 因为刚才讲了半天 欧洲 包括美国 美国明年大概是个潜衰退 欧洲呢 大概是一个比较 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衰退 我们看到欧洲特别有意思 欧洲呢 他的居民的储蓄率在上升 他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他的能源的上升啊 会导致消耗了居民的一些收入 对吧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工资 这么个概念 那他对他来讲呢 就会挤出其他的消费 他就增加被动的储蓄 这样的话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这个出口 另一方面的美国呢 主要是高库存 美国的库存特别的高 美国库存高造成的一个结果也会对中国的出口呢 应该说不会特别的有利 所以这点我觉得民间需要克服 还有呢 明年因为全球经济呢 海外都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中国的出口 我觉得大概率我们已经出口啊 对中国经济拉动 已经三年了 很难说长期的持续 所以明年会稍微弱化这么一点点 所以四季度呢 比较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 虽然我们的基建各方面还是有惯性 但是很可惜的话 就是出口呢 会说坏一点 这样的话两者形成一个所谓的对冲 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应该说整个经济增速跟三季度差不多 然后看到明年的话 这个大家都清楚 明年的话 我觉得尤其在二季度 可能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点 所以明年的整个经济增速的话 你说上到无聊物译上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明年的话 整个这个经济增长的节奏 一季度呢 可能中规中矩 因为正好是新一届政府还没有成立 然后老一届政府呢 已经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容易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应该跟三十季度差不多 然后二季度就会非常的好看 低级数 然后三十季度也有低级数这样一个效应 值得大家稍微关注一点 然后明年呢 从全球的排序来看 刚才提到就中国变得就会最好 因为中国的整个经济增长的层面 我们觉得明年因为低级数啊 各方面因素 所以上到五点五以上都是很正常的 应该是在全球来看 欧美来讲是遥有领先的 美国呢 明年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弱了 因为他这么快的加息之后 一定对经济 尤其利率敏感性的这种行业 比如像地产会有冲击 然后明年呢 因为欧洲经济不好 那对美国的出口 各方面也不会特别的好 美国的消费呢 现在看起来还没有看到这个下行的这个迹象 但是随着加息之后 需求端的弱化 可能也会就慢慢会有一点影响 所以美国明年大概率是个潜衰退 欧洲当然刚才提到就会压力比较大 所以这样的话呢 风水轮流转 中国明年的话 在相对的排斥上就会占用 虽然全球的日子都不是特别的好过 但是明年相对来讲好一点 然后通胀这方面的压力刚才提到了 就是今年是美国压力最大 明年变成欧洲压力最大 然后是美国 然后最后是中国 中国的通胀这方面压力的其实还好 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相信对整个汇率各方的判断都会有一些帮助 中美的贝离正在这个通胀的贝离就不跟大家细讲了 好 这是我们对2023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初步的印象 就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民间有经济的一个低级数 第二 明年最大的主题就是全球可能有一个衰退的风险 第三个呢 明年的话 就中国相对全球的这个经济的状态 虽然大家都不会特别的好 但中国相对的状态要好很多 明年的中国有很多新的气象 比如新一级的政府 然后包括图这个疫情会不会有所优化 房地产能不能顺利的着陆 美联储的加息会不会逆转 这四大或者三大因素 我们觉得每一个出现的话 有可能对对都对市场层面 对经济不一定 但对市场层面 我相信总体来讲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认为就整个市场是处在一个最难受的一个情况 尤其对股市来讲 打这么一个状态 好 那沿着这个数量 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判断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宏观上是一个周期错位的逻辑 而这个大力资产上 它是一个典型的比差的一个逻辑 在这比差的逻辑的过程当中 今年是美国最强 而且美国远远强于其他的竞争对手 而且美国的通胀又很高 美国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的目标的 美国又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货币 所以造成了美国致病 全球吃药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过程中 所有的资产表现的都不好 只有美元现金和少量的美股 包括港股等等这种高分红的股票相对比较好 还有一个唯一好的就是印度 中国等等这种所谓的就是有点享受的中国八十年代这种待遇的感觉的国家 相对表现要好那么一点点 但屈指可数 大众商品呢还是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机会 那明年的话 我们觉得刚才提到了 全球呢 因为进入衰退的阴影了 所以美联储加息呢 也就陆陆续续 或者有所这个逆转 刚才提到的几个国内的因素 我们觉得不论哪个出现对市场来讲都不差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现实当中呢 还有涨的压力 然后呢预期当中海外的衰退风险已经在出现了 但进行当中的还是美联储加息 包括欧洲的加息 明年的就属于海外出现了衰退的风险 加息会逆转变成一个衰退的逻辑 中国这种反倒错位的有所修复 所以这对中国的环境来讲就会比较好 所以明年的话 我们觉得会从今年的通胀加紧缩的逻辑 进入到一个海外衰退中国复苏的逻辑 在这个比较的逻辑当中 中国算是最不差的一个 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所以我们觉得呢 明年的话相对来讲 刚才提到 一旦全球或者海外进入一个衰退的逻辑 美债的表现会是最好的 就相对来讲尤其是长久期那种债券表现的会最好 当然短期来讲大家不敢去碰嘛 所以只敢在这个美元现金或者短久期的品种上做文章 但是明年的话也可有可能就是最好的一类资产 美债是最好的一类资产 美股呢 一般来讲他还在经受盈利下行这种洗礼 所以在这个时候距离逆转还有点时间 然后相对来讲 这个这个这个比如像黄金呢 等等那时候压力也会小一些 大宗商品呢 刚才说的供求是明显双缩的 就是明年需求是收缩的 但是明年大宗商品的供给也在收缩 就看着两股力量谁强 所以我们觉得明年大宗商品如果是出现明显的下跌 很可能后续的话有反弹的这种大的反弹的机会 因为他的供给跟不上 所以你说到一定程度需求再稍微逆转的话 就会又产生这个大的波动 所以这是这个商品 商品当然主要是根据他的供给的这个约束的情况 可能整个的表现会非常的这样一个不同 那这么情况吧 然后国内来讲呢 比如像港股 我觉得明年应该大概率有翻身的机会 一个是估值足够的便宜 再一个呢 就是明年的宏观环境相对来讲 略好一点点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在小修复 美国的流动性呢 有所缓解 但是我们知道 中美之间 包括中国和这个全球资本市场这种脱钩啊 这个应该说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扰动因素 所以值得大家去提防一点 否则的话 从基本上的逻辑来讲 明年的港股才真正轮到它的风口 明年的A股这条刚才提到了 就是现在的估值也已经处在比较低的位置了 虽然我们觉得无论从经济 还从其他因素来讲 短期来讲呢 还不能期待太高 但是以前进入筑底这样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估计要持续一小段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是不能指望 这个有什么大的政策 或者逆转性的因素的 但是一旦进入到明年的春季 或者说两会之后 我相信无论是从基本面的预期 还是疫情防控的预期 还是房地产的状态 还是美联储加息的结束 还是人民币这种油弱转稳 我相信对市场来讲应该都是偏正面的一个因素为主 那如果简单来说 从明年的估值和盈利的预期来简单拍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的相对来讲 明年获得这个绝对的正回报 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同样这里头呢 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外资的这个力量 它会如何去想或者如何去布局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变数 只能稍微关注一点 然后债券市场的明年 我们觉得整个利率中枢 大概的比今年略微的要高一点点 今年我们知道利率中枢为什么低呢 是因为货币政策处理比较多 资金面非常的超预期的宽松 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个呢 就今年微观主体活力不强 但信贷又很充足 这个时候呢 就会很多信贷变成了理财的资金 变成了我们债券市场的配置的资金 明年这一点就很难了 所以明年呢 我估计整个经济的读数 至少比今年又高 货币政策很难比今年更宽松 甚至往中性略微回归的 但是肯定也不会挤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微观主体活力比今年略强一点 然后还有第三点呢 就刚才提到财政明年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大概率会增加赤字 所以就不会像今年 今年呢 因为央行处理比较多 所以这个面少水多 明年呢 是面多水不一定多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对什么市场有扰动 而且明年呢 需要关注一点 就是除了海外这种 所谓危机的风险之外 国内呢 地产 因为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后续就看城头 会不会有一些爆雷的问题 包括银行理财的一些行为之大关注 这可能是引发市场扰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大致这种情况 所以明年呢 我们觉得人民币呢 大概率也会从今年的游弱转稳 我们今年对人民币 本来是觉得一直在4月份之前 我们觉得都会比较弱了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当时判断 从7月份可能会有转折 但没想到美联储加息 远远超乎我们的意料 一直到现在 所以后面一段时间的话 我觉得明年差不多二季度左右 这个方便 因为中国的这个无论各方面的竞争数 和美国的又开始占优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真正的有所逆转 才会游弱转稳 打这本情况 好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判断 先我花了40分钟时间 跟大家简单汇报了一点我们的看法 当然我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从一个角度 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剖析 我们下周因为还有内部的这个策略会 可能讲的会更更多一点 策略的范围会更多一点 也欢迎大家同时参加 谢谢 也好